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每天都经历了很多很多就是一般人都会经历的事情 举例来说好了 伴侣之间其实互相照顾互相支持不持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但是因为我跟陈琳之间没有法律的保障 那比如说其实我常常出国开会 那我每一次出国开会我都必须去想说 如果我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发生什么事 那他是不是可以协助我处理我生活所就是留下来的一些生活上的事情 包含是我们照顾彼此的家人 但是我们在法律上其实是没有办法受到法律的保障了 那我们认为其实人民这个这个其实行政机关 不管是立法或是行政机关 在4748之后都应该尽快的去 等于说去修改过去 没有保障到说同性伴侣在台湾所面对到的法律 法律侵害的部分 所以对我来说除了是很希望这一次法官 他可以就是等于说是认定说 我们是可以直接在护政机关结婚之外呢 那我们在这边也强烈的呼吁行政院 还有立法机关可以尽快的来处理这个法案 那可以尽快的去保障台湾所有同性伴侣的权益 其实刚刚律师说到这个登记已经是2013年8月1号的事情 我们才突然发现原来三年已经过去 我们两个人的三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可是它代表的其实是广大的同志朋友 所有人等了三年又三年三十年 甚至是等不到就已经走掉的这些时间 那既然视线案已经通过了 我们希望就不要再等下去了 因为就像这两位朋友所提到的 我们都是有纳税 然后很频繁的 我们都是很频繁的台湾人 每天都要上班打卡 就跟各位一样在这个艳阳下面工作 我今天也是请假来的 这一请假就损失了一天的工夫 我们也都请假来的 你以为只有你请假吗 那甚至像我这样的清平族 连几个月前缴税都还要分期付款 大家就知道 其实在这本代的过程中 我们失去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我们要的就很简单 平等的尊严活在台湾 如果我们想要结婚 我们就走进互建事务所 安安静静的拿出身份证 就可以保障彼此的权益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真的很希望 不管是法官可以让我们立刻完成这个平等很渺小的要求 或者是行政机关不要再拖延 赶快把该做的事情做完 今天开庭当然跟过去我们开庭状况很不一样 因为呢 这个是在大法官做成了四字七四八号之后的一个案件的审理 而大法官的视线已经明白的说了 民法只保障一男一女结婚 而不保障同性结婚的这个自由 这件事情呢是违反宪法的 违反宪法的意思是什么 按照我国的宪法 171条跟172条的规定 宪法具有最高性 法律或命令抵触宪法是无效 无效是什么 无效就是自始当然确定的无效 因此我们认为民法不保障同志结婚自由这件事 这个状态本身已经是归于无效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案件会请求法院是直接命被告机关来做婚姻登记 那律师团这边的主张其实是认为大法官说的两年拘束的是立法机关 而不是行政机关跟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还是要依法来做裁判 那这个法当然就必须要是合于宪法的法 已经被宣告违宪的法律 是不能够作为裁判的依据 那是危险的 那算来 危险 今天我们的法官问了两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他问被告机关说 那如果立法没有在两年之内完成的话 请问你们要怎么样进行结婚登记 第二个问题法官又问了被告机关说 那如果我就是判命你们要做登记 你们会怎么做 那被告机关我想这两个问题都直指核心 也就是说被告机关过去他们说 现在如果还没有立法完成的话 恐怕没有法律依据来做登记 可是事实上法官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如果没有完成所谓的立法 事实上大法官也说了 是进行以民法的婚姻章来做登记 换言之这些法律根本就已经存在了 我们是认为已经有法律依据的存在 结婚登记其实比较牵涉的形式上 程序上来讲就是户籍法 户籍法33角其实他使用的是双方当事人 他也没有特别去提到一男或是一女这样子 所以户籍法本身本来就没有什么危险的地方 甚至他也没有提到任何的 性别方面的一些规定 所以单纯从户籍法来看的话 性别 当然是可以看得出来说同性也可以去做结婚登记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实质的法律层面来看的话 那当然结婚就是关系到民法的结婚章的规定 那结婚里面其实对于有些不能结婚的状况 都有明文的禁止 那但是就民法982条而言 大家知道民法982条是我们现在的仪式婚的规定 就是结婚必须要有书面 要两个证员然后到户籍机关去办理登记 这样子 那在982条其实也没有提到这个 有关于同性跟异性到底 哪个可以结婚哪个不可以结婚 其实982条也没有特别去提到 那再加上其实世之78号已经 在478号已经就是去讲说这个同性之间是可以结婚的 其实我们会期待行政法院作为司法机关 行政法院作为司法机关 可以在判决里面让两位当事人直接判这个行政机关 可以准许为结婚登记 那这样子的一个换局其实可以告诉台湾的人民 就是说这个司法权它第一它是可以就是直接就人民的救济 人民的基本权力而去做保障 因为刚才陈如徐医师刚才讲的 其实两年是针对立法机关 而不是针对行政机关或是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反而是保障人民基本权力的表率 是保障人民基本权力而设置的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就是说行政法院可以 运用判局直接命这一个行政机关 去让两位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 那这样其实会有助于台湾的性别平权的弱势 行政院本来组了一个修法小组 说要每周开会然后对外公告进度 但事实上从大法官实现之后 这小组组成以来总共只开了四次会 那之后就停开了 那所以也希望各位媒体朋友能够尽快的 就是说继续追踪相关的进度 希望能够让台湾能够真正的落实婚姻平权 但法官所做的宣告不应该是抽象的 而是应该可以具体的落实在 每一个个案 每一个宗民的身上 谢谢各位